哈喽,大家好 你知道这些看起来很脏的胶块 是如何变成方方正正的干胶了吗 相信很多刚入行的老板们 可能并不是十分了解 天然橡胶加工的一个流程 那我今天呢 就以干胶的生产布置图为例 分两期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干胶的生产线哈 可能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老板呢 看过去会觉得有些乱 不过没关系哈 听我简单讲解一下 你就懂了 干胶生产线 也就是说原料 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种 已经凝固了 并且带有杂质 大小不一的胶块 整个生产线 我们分三个区域来看 第一个区域呢 是我们的造立线 水线 第二个区域呢 是干燥线 第三个区域呢 是打包线 我们先从第一个区域来讲 造立线 水线 顾名思义呢 就是将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 又脏又大小不一的胶块呢 通过一些工序啊 它进行破碎 清洗鸦片 造立 最后把它撕成 干净的小胶粒 这些撕成干净的小胶粒呢 通过我们第二个区域的干燥线 来进行烘干 那烘干好的 焦粒呢 就通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轨道啊 这个路径啊 可以看得到 到达了我们第三个区域 进行一个 称重 检验 打包的流程 好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第一个区域 造立线 水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箭头的指示方向 它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一个一个工序来进行的 那第一个 可以看到上面标注的是破胶机 为什么要使用这台机器呢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我们的胶呢 大家看到它是 大小不一的 小的也会很小 大的话也很大的一个胶团 又很脏 所以呢 我们需要破胶机 这样的一个机器 来对它进行一个破碎 清洗 将大胶团破碎成小胶块 连接破胶机的 是一个振动筛和疏风带 那振动筛呢 实际上是可以 将刚刚破碎的这个胶块啊 进行一个水分的分离 同时呢 同时呢也可以将杂质啊 通过振动的这个频率啊 塞出去 输送带呢 将刚刚的胶块 适送到圆形的水池中 圆形水池中的这个圆形波胶器呢 旋转清洗胶中的泥沙杂物 连接着这个 单螺旋破胶机器的呢 这个是一个 斗式提升机 可能图片上看起来 不是十分的清晰 那实际上呢 就是带有漏洞的 漏洞的提升机 可以把水分啊 在提升的过程中 可以把胶和水分杂质 去分开 紧接着到达了 单螺旋破胶机器 实际上单螺旋破胶机器呢 它在破胶机的基础上 它可以更加 充分的暴露胶中的杂质 可以把胶洗得 更干净 更破碎 也是这样一个 混合清洗揉搓的 反复加工的一个流程 单螺旋破胶机器 在反复的破碎 揉搓清洗中 将部分杂质 从排污口排出机体外 重复上一个步骤 这里还有一个水池 如果说你的胶很脏的情况下 是可以再加第三个水池的 这个要看你原料的一个情况 经过前面几台机的 破碎啊 清洗揉搓等 然后我们就到达了 皱片的这个工序 皱片机呢 它实际上是 利用它前后滚铜 这种运动啊 将刚刚的那些胶料的水分 还有杂质都排挤出来 形成 使这个胶块呢 形成蜂窝状的胶片 做好片的胶片 它是非常便于我们最后的 这个撕立的流程 那撕立机呢 就会把刚刚 做好片的这些胶片呢 撕成干净的这个小的胶粒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区域 水线造立线的一个生产流程 视频有些长 干燥线和打包线 我们下一期继续讲解 好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